嗨,大家好,我是娜娜匠,今天给大家讲男子醉酒与不幸与女生发生关系后,被迫对其负责的故事,笑面推销员时,捡来相机的人。 内智是个建筑员,一天因为忘记带手机,只好用一个老式的相机拍照。 因工作性质不同,他匆忙吃完饭就要赶回工地,结果把相机落在了长椅上。 就在他扔垃圾时突然想起相机忘了拿,再返回去找时,相机竟跑到了长椅下面,没多想到他直接拿着相机回去上班了。 下班后,内智将照片洗了出来,回家翻阅时才发现自己剪错了相机,一张美女的照片引起了内智的注意。 而与他合照的闺蜜简直就是衬托。 这时,门铃声响起,丧黑没有经过内智的同意,就主动走了进来。 就在内智要赶人时,丧黑说自己可以让他和照片上的美女见面,内智立马闭了嘴巴。 第二天一下班,内智就走了。 原来是丧黑答应今天带他见照片上的美女,但丧黑只能告诉他女孩的工作地址,接下来就要看他自己的了。 果然,内智在女孩工作的地方见到了他,用剪错相机作为话题,他们很快就聊上了。 原来这女孩叫美智子,而胖胖的这个女孩叫姓江。 内智想进一步了解,就与美智子一起喝茶。 姓江以为有叫他,很爽快地就答应了,而美智子称自己好事就拒绝了他。 于是姓江拉着内智就离开了。 几天后,内智来乡算黑吐槽。 姓江不停地打电话来骚扰自己,他们已经见了三次面了,因为想着美智子也会来,所以每次都答应和姓江约会,但每次美智子都没有来。 三黑说,姓江小姐可能喜欢上了他,所以不会带美智子来。 或许他也向美智子说明了自己的心意,希望他不要抢走内智。 美智子说,自己很支持姓江和内智在一起。 三黑提起内智,如果不喜欢姓江那就不要和他见面了。 如果没有拒绝他的约会,这样就会一直给他带来期许,之后对他的打击会很大。 内智也答应三黑之后不会再和姓江见面。 心情不好的内智想与同事一起喝酒,没想到同事无情地拒绝了他。 因为同事有约会,郁闷的心情和内心的寂寞让他很快就喝醉了。 看着包里掉出的照片,内智想起了姓江的温柔和对自己的崇拜。 姓江还说,只要内智需要自己,他无论如何都会赶来。 于是内智打了电话约姓江,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,而丧黑早就在他家门口等了。 丧黑指责内智不守信用,说好不再见姓江就和他在旅店过了一夜。 不守信用的内智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 之后姓江成了内智的太太,内智成了家庭妇男,整天被姓江呼来喝去,姓江也被内智养得越来越胖了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不要因为偶然的轻率而背上一生的重负。 如果不喜欢对方,一定要划清界限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。 不管你来或不来,娜娜都会在奥琴的世界里,每天为你守候。